各位优势焦点财经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少豪 豪尔县周五在美丽的矽谷 Day's In 跟大家来报导 世界焦点财经 市场跑到今天上下的摆动 还是非常巨大 投资的脚步 绝对要非常的小心 而谨慎 因为大众还是没有办法挪开 去年12月份大跌的hangover 主播我今天要来谈谈 股票上市IPO 为什么撤回率 撤销率有50%呢 到底是什么原因 IPO 很多的公司 都将IPO的程序撤回 等到进一步有更明朗呢 主播的观察有三点 工作你的参考 第一 那就是无论是Winworth 或者Lyft 或者Uber 事实上 在上市股票之前 它的赚钱盈余都不是太健康 所以增加了IPO上市的风险 那索性就将IPO的程序撤回 不再上市了 所以撤回率就有五成 这也make sense 第二个原因 对了 Global的经济并不明朗 既然并不明朗 2019年都很难赚钱 何况是2020年呢 这也make sense 第三个原因 那就是政治的不确定性 明年2020年的总统大选 到底川普在共和党 有没有有希望当选呢 还是民主党的拜登 或者是Elizabeth Warren呢 事实上既然政治前景选举 并不明朗 股票上升或下跌 也一样的不明朗 增加IPO上市的意愿 所以无论是盈余并不太好 或者是前景不明朗 或者政治的不明朗 处处都增加IPO的撤回率 高达50个percent 智慧人的话语 那就是在世界里面有苦难 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确实有平安 因为在耶稣里面 已经得胜了世界 Howard Chen 陈赛豪 周五在Day Sin 跟大家来报道 世界焦点财经 我们下次见